大家好,单控开关,控制一盏灯 那么开关呢,一般都是安装在门口 那有的朋友为了更方便一些 所以把床头也想安装一个开关 来控制这一盏灯 那就要改双控了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动不动就去请电工 只要有时间自己就可以改 而且呢,它改装的方法特别简单 那么这个开关呢,它只有两根线 我们怎么改双控呢 那么今天呢,我就现场演示给大家 首先,把这两根线给拆了 也就是把这个单链单控开关给拆掉 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 这两根线它都是什么线 那么这个红的呢,它是电源线 这个白的呢,它就是灯的控制线 单控改双控 我们需要把两个开关呢,给连通了 一个开关安装在门口 一个开关呢,安装在床头 这样我们半夜开灯就不用再下床了 然后这两个开关之间呢,我们需要穿三根线 然后呢,这三根线中 其中一根线 我们需要跟这两根线 它其中的一根 给连接在一起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白线 和这个线和这个红线呢,直接给连在一起 然后我们缠上胶布 把它放到盒里边 这个时候我们看 这每一个盒里边呢,它都有三根线 这个盒里边有三根 然后这个盒里边呢,也有三根线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接线 那么我们就需要接两个双孔开关 我们看,这个双孔开关呢 它有三个接线段子 首先我们看 这上面 这个是L1,这个是L2,这个是L3 然后这个也是 L1,L2,L3 然后我们怎么接这个开关呢 这些线呢,我们来看 这个是电源线 看,这个是开关里边的电源线 然后我们接到L1,这个上面 然后呢,把这个蓝线接到L2 这个呢,双色线接到L3 看 然后再来接这一个 这一个呢,也就是 把这个红的呢 也就是和这个白的控制线连接在一起 这颗红线呢 我们接到L1上 然后 然后这个蓝的 还接到L2 把这个双色的呢 还接到L3上 我们看 接线已经完成了 也就是L3 用这个双色线给连通了 这个L2呢 用这个蓝线给连通了 然后呢 这个灯的电源线呢 接到了这个开关的L1上 然后这个灯的控制线呢 接到了这个开关的L1上 所以呢 我们就实现了双控 我们看 门口开 床头关 床头开 门口关 然后 床头开 门口关 床头关 门口开 这样呢 就非常方便了 好了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分享给大家 希望可以帮到你 感谢观看 再见